看准物联网产业趋势深耕地方有线电视的台书科集团 善用联网的优势 和顶尖业者组成台中MIT自驾巴士团队 投入自驾公车研发 在林佳龙担任台中市长时 从花博契机展开 历经三年的研发式营运 从花博的全封闭路段 转战高难度开放性路段物风球场山路 最近挑战水南智慧城混合车流实验力求突破 希望把自驾公车接驳 带进家户和偏乡 行走在一般道路的公车 司机却没有紧过方向盘 摆脱由驾驶人力开车 这一台是自驾公车 这边会有个紧急的按钮 那这个紧急的按钮就是 作为一些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只要司机踩上车或是按这按钮 它就可以从自驾的模式返回到人家 透过整点的解说 揭晓自驾公车的操作及形式 而目前这辆自驾公车 也正在水南智慧城开放搭乘体验 自驾车在运行的期间 它自己它有一些光达 有一些高速的摄影机 它可以去截取周超一些环境的一些状况 自己做分析 但是常常在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路口 或是有盲点路口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一些状况的 或是没办法全面的了解 那这个时候呢 透过路测的一些盲点系统 或是路测的一些事件的一些耗制系统 那能够把它很快速的传输给 让车上的一个大脑能够知道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圣根地方有线电视的台书科集团 善用联绑的优势 在林嘉隆担任台中市长的时代 就投入自驾公车填发 而三年来更是积极的力求突破 从最先的花博全封闭路段 转站高难度开放性路段 雾峰球场的山路 最近更成功挑战 选难至汇城的混合车流实验 让自驾公车的品质跟性能快速提升 同时呢 为了将来可以跟大众运输 跟捷运系统能够衔接 那我们在这次的案子里面呢 也有这个所谓的跟车模式 就是两辆公车呢 它可以同时然后来行驶 那这样可以增加我们传输上 运输上的一些效率 这也是另外一件 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那在整个从2018年到今年 这样子来看呢 整个自驾车的发展 我们希望它可以 未来这些智慧交通的运输呢 可以深入到我们的家户 可以深入到我们的偏乡 可以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弱势 那这样子呢 对于台数科来讲 我们有50万户的这个家庭用户 那是不是能够把这样一个 智慧交通的一个效益 能够深入到家庭里面 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台数科通过广域光纤内网与路测设备 为自驾车来建构高速光纤网络平台 来确保车子的行轨判断上 可以更精准 不受到时间上的延迟 以加速台中智慧交通的发展 期望将自驾公车接驳 带进家户籍偏乡 这里将台中裁缝到